哈喽大家好,我是恩和老师 如果您觉得这个影片对您有帮助的话 欢迎按下订阅键 以后我会做更多的影片与大家分享 今天要来讲一个借钱的案例 前几天一位A小姐找我占卜 她说在过年前一位远房亲戚向她借了一笔钱 说好年后要还,可是却一拖再拖 最后这位亲戚还搬出许多的理由 总之就是没钱没办法还 让这位A小姐感觉真是好心美好抱 这位A小姐急着找我问卦 是想知道钱到底能不能收回来 我帮她沾了一卦 画面上这个卦像是 则天怪,刺五摇动,变成地天太卦 简单讲就是钱收不回来的卦像 另外还有三个负面的讯息 第一个是四害相冲 代表这位远房亲戚打从开始心里就没有想要还钱的意思 第二个是银害相合 表示这位亲戚想要合住 也就是想要占有她的钱财 第三个是涂克水 这里水是财被涂克掉了 也就是钱没了 综合以上讯息 这笔钱肯定是要不回来了 在我向A小姐分析完这个卦像后 A小姐当时回馈说 她在向那位远房亲戚要钱的时候 这位亲戚表示她曾经协助过整个家族 所以这算是她的劳务费 应该相抵一笔勾销 这位A小姐听到这番话后 真是又气又难过 也好多天都没办法好好睡觉 其实呢 像这种借钱的情形啊 建议可以向对方的家人或是朋友打听 了解她的经济状况 或是可以透过扑挂 预测如果借出去这笔钱 会不会收不回来 先参考相关的讯息之后 再斟酌要不要承担这个风险 这是预防胜余治疗的安全做法 您说对不对呢 OK 今天的案例就分享到这里 我是恩和老师 谢谢观赏 下次见 拜拜 拜拜